北市府小内阁出走止不住了吗 台北市法务局长杨芳林 前脚才刚刚请辞 接着教育局长汤志明 也跟进递出此权 这让柯市府离职的一级首长 已经达到了13人 外界指出说 让两位局长接连打包走人 导火线就是前中山国中教师 萧小林案 而蓝营委员也爆料说 接下来还会有其他的市府官员 打包走人 今天开始请休假 应该说已经迟10月1号 就要回到政大去 那这段时间他认为 他并不适合做任何的决策 北市教育局长汤志明 表达辞议后请假不进市府 而这样情况就跟上周 也请辞走人的法务局长杨芳林 如出一册 让他们坚决走人的原因 指向萧小林复职案 这文没有出去你们知道吗 说明这文在发是真餐经发 然后市长就会生 附作变成正的 议员在爆料 文都还在跑 萧小林复职消息就开始大名大放 回顾这起案子 当初因为反对前市长郝龙斌 一纲一本政策 又曾因不当语言羞辱学生 情绪控制不佳等种种原因 早投诉 因此被中山国中解聘 尽管历经多次行政诉讼 依旧遭驳回 2012年监察院通过纠正案 认定学校有重大瑕疵 客观者也决定 签准撤销解聘函 还要补发9年本凤 因为早就有议员 预言还有未爆弹 谢佩妮跟陈秀慧看起来 势必一定会离去 一定会离开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选在这个时候局处首长请辞 其实我觉得就代表了说 这些人对于市长 其实也是不留情面 像这样子的局处首长 其实如果里面有不合的人 要闪就闪 不要站着这个市府官员的缺 但是却不做事 来绿议员话说的很重 毕竟外界直指的导火线 萧小林案已经让两位局长 一走了之 柯文哲任期还未过半 官员却换了三分之一以上 但柯文哲还以前市长 郝龙斌任内也换了 24位官员来说嘴 是真的不合则离 还是没有自省呢 台北市民自有公平 欢学人罗宇祥 吕佳恒 台北报道 好 好 感谢观看